請各位先第一個打開這個檔案104 第二個稍微看一下這個證照考試的題目說明 這個題目說明不見得一定要完完全全按照那個題目 因為我們主要是利用這個題目來練習AI 所以假設你希望把每一個題目的解答 從頭到尾把它做完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參考我雲端上面前幾個學期上課的這個上課錄影 因為這個是有點像是證照考試的解答 就是反正上面怎麼說你就怎麼做 那我們現在主要是利用這個題目來練習AI的使用 所以我們會知道題目的需求 但是我們的解答就不是自己用比較填壓式的方式產生公式 而是請ChurchB幫我們產生 所以我們第一個題目部分大概還是以它的框架當成是我們的一個問題來源 所以首先的話呢我們先看104這一題我剛剛講到 那一樣把這個題目打開 那它打開的題目是EXD01啦 所以最後把它存檔 所以將來存檔的話呢 我就建議你就直接存成這個EXA好了 這個名稱本來是ESD嘛 你把它改成ESA 那它的題號是104你就加一個104好了 104 那另外的話存檔類型 你就直接把它改成啟用巨期的活躍簿 OK 因為如果你假設你說老師那為什麼不存活躍簿就好了 因為跟各位講 我們這個練習裡面會希望加上這個VBA的程式需求 所以將來呢 會在我們這個練習當中加上程式 所以如果你沒有啟用巨集的話 那你寫出來的VBA就會消失 那那個程式部分的話呢 其實你不用擔心啦 因為以前我覺得大家應該有經驗 就是哇 程式實在太複雜了 自己寫實在沒辦法 那這個程式怎麼來的 大概透過AI啦 我發現其實AI好像寫出來都蠻成熟的 只是說你要知道說寫出來的東西放哪邊 才可以被執行 還有如果發生一些小狀況 你自己也能夠看得懂程式喔 所以目前的話我覺得 比例上來看 應該重點應該是放在 你要能夠看懂AI到底給你什麼程式 那你需要放哪裡 並且如果有一些小錯誤的話 你能夠很快可以把它找出來 稍微簡單修正一下 基本上有這個能力就夠了 好 把它儲存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把學號先搬過來 剛剛已經做過了 第二個的話年齡 那年齡的話呢 他的題目是要我們做什麼呢 利用這兩個函數 好 然後用格式喔 而且他這邊有提到 這個韓式的提示就是Dedif 然後他還跟你講這個公司怎麼下 那年齡 然後最重要是幾歲這個東西 需要自訂數值格式 而且喔 不可使用韓式 韓式其實是韓數啦 反正這個只是翻譯的名稱不同而已 好 那所以呢如果你假設這個問題 你要該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啦 其實就是在這個地方填入一個公式 並且做一個格式就OK 那這個儲存個位置就第二啦 OK 所以就是在第二的地方做那個公式 那可是問題喔 以往的經驗是你要自己去想 而且把公式背起來 那現在的話如果 我們假設喔 因為現在有AI啦 所以我假設希望把這件事 透過AI來完成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描述給他知道呢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接下來第一個 請各位打開這個 Charge P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問題丟給他 那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很簡單 我的習慣是如果你要描述的話 我會直接把這個Charge P的視窗 稍微浮動在上面好了 也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狀況 那一般我的習慣是 怎麼講 就是開頭的話 因為我需要的是一個公式 所以呢 我通常會這樣 請 請幫我撞寫 以share公式好了 就是先給他一個大的方向 反正我就是要幫我寫一個公式 那接下來的敘述很重要 你要告訴他說呢 你的什麼資料在哪裡 那 因為我們主要怎麼知道他的年齡 那其實主要透過什麼 透過生日嘛 所以你可以 跟他敘述一下 就是將這個 所以因為我們家的公式是放第二 所以你就不用特別去描述 說你要輸出到底 因為將的公式是放這裡 那我要描述的其實就是說 你的其他資料在哪裡 所以什麼 將什麼呢 C2的生日 那生日裡面的話呢 可以把這個格式給他當成範例 就是把這個資料你就直接放這邊 我的習慣是將C2的生日 生日直接把它貼過來好了 然後呢 計算 計算年齡 其實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計算年齡 OK 然後格式的話 後面就跟大家講 因為我要格式嘛 格式為 格式 幾歲嘛 那幾歲他是用X 可是我怕他看不懂 我看用幾歲 用問號 然後幾歲 這樣子 好 這樣應該就差不多了 那你說老師需要不要給他提示 用什麼Dative的Date 我覺得不用 因為他其實還蠻聰明的 我們試試看好了 OK 所以第一個 把這個問題丟給他 他會馬上幫你產生 那你可以先知道說 到底他有沒有聽懂你的意思呢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使用以下的以色列功能來計算年齡 有沒有 並將其格式化為幾歲 有沒有 他好像他 我是用問號 他自己又改成X了 所以你用X應該也可以的 OK 表示說他是可以接受這樣的敘述方法 那接下來的話 他就把公式給你了 所以如果你要公式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把它複製一下 我是建議啦 你不要用複製程式碼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用複製程式碼有一個缺點 我試一下 你把它貼上的時候 一般是直接點這個D2 貼的話 習慣是貼到資料編輯列 你把它貼上 這次沒有出錯 之前我的經驗是 你如果複製程式碼 它貼了之後 這邊會多一個換行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就是你的這個公式 它會變成換到下一行 不過現在好像改進還怎麼樣 那目前沒有發生這個狀況 不然的話 就是你直接把這個公式複製貼過來 並且把它打勾執行 向下填滿 其實這問題就解決了 還蠻簡單的 而且甚至我連Daddy for today 都沒跟他講 他就自己全部都幫你完成了 哇 OK 可是喔 其實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得到的結果 其實是有錯誤的 有沒有發現哪裡有錯 我剛剛有沒有強調 and say有沒有 其實我需要的並不是說 我已經跟他講了 格式 但是他好像不懂我的意思 我說格式為幾歲對不對 他最後給我的東西是and say and say不對 為什麼 因為and say其實就是把公式給串到後面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真的不要修正這個錯誤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後面再補一個敘述就可以了 那我剛剛這個 這個 我打錯一個字 請幫我 那我又把我之前練習的一樣 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可以找一下 我剛剛的敘述 理論應該都差不多了 所以開頭一定是請幫我產生 或者請幫我撰寫都可以 然後呢 然後根據這個裡面的東西 但是呢 他出錯的時候呢 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不是要那個加上幾歲 四格式化為幾歲 所以我在底下 就再給他一個問題 就是四格式化 跟他強調一下 四格式化幾歲 不是加上稅這個字 我想他應該聽得懂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跟他溝通 所以有的時候你就試試看 但我發現大部分的 翹地比好像都還蠻聰明的 試一下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呢 他應該就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我看看他懂不懂 那怎麼知道他有沒有懂 其實你可以透過什麼 下方的這個 他的敘述你大概就知道 我看一下 他好像還是錯 要格式化幾歲 你可以使用以下的 他最後用一個test 他好像還是錯 所以呢 這怎麼辦呢 可能要再給他比較明確的 一個提示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tripe打開 然後呢 把那個 這個dative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我剛剛的敘述 可能就是在這個地方 用的關鍵字剛好 格式化 指的其實就是test這個函數 所以我底下就換一個敘述方法 跟他講說是自訂 這邊叫自訂儲存格格式的公式 OK這樣我想應該他會比較清楚 所以是自訂儲存格格式公式 而不是加上稅 其實後面本來講是這個字 那我就不用 而不是加上稅 這樣就OK了 我加了這個之後的話呢 結果我發現他變聰明了 馬上就得到我要的結果 最後的話呢 這個關鍵在這裡 是自訂儲存格的公式 而不是加上稅 他會跟你講說要使用自訂 他應該懂了 所以這個關鍵字就自訂儲存格格式 來顯示年齡 並加上稅 OK 那應該OK了 所以他說兩階段 第一階段的話就是放這個公式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公式後面沒有end的稅 OK 所以複製它 然後呢 把這個公式一樣的方式 沒有end 其實差別就是end的稅拿掉了 有沒有 打勾就OK了 第一個step OK了 所以後面沒有稅對不對 那怎麼加上稅 看一下 他說設定儲存格式 他必須選取包含年齡的儲存格 所以就剛剛那一串 有沒有 D2一直到底下 然後呢 他說按下右鍵儲存格 有沒有格式 名稱好像不太一樣 應該是儲存格式吧 OK 在數值夜遷中選擇制定 然後輸入這一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因為剛剛已經 向下填滿已經選了 所以不用再選 你只需要在這上方按右鍵 儲存格 看一下名稱是不是 儲存格格式 選擇 欸 他這個叫什麼 格式化 那不對 應該是儲存格格式 也許他的版本 不是繁體中文的吧 OK 反正不管 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你們自己改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 然後呢 他說找到這個夜遷這邊 找到什麼 找到制定 應該是制定 我看應該他說制定 OK 數值夜遷選擇 欸沒錯 然後輸入 輸入以下格 輸入就是輸入的 輸入在這裡 這邊不是有格子 把這個格子 就是貼上剛剛的東西 貼上這樣OK 0 其實0的話 指的就是這個數字 稅的話呢 指的是這個稅這個字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結果 跟剛剛一不一樣 按確定 你會發現 欸有沒有 56稅 56 49 欸有稅對不對 但實際上 你說老師 那不是跟剛剛一模一樣 其實跟各位講 應該可以理解吧 一個是 AND稅是真的放稅在後面 那這個的話呢 是假的 也就是說呢 放在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只有56 那稅這個字呢 實際上是假的 是一個格式 讓你以為是有稅 但是裡面只是放什麼 放56而已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那這個什麼差別 最大的差別是 如果你拿這個來計算 是可以的 因為它是56的數字 可是如果將來你 56M的稅你要來計算 很抱歉 不行 因為你變成一個文字了 它是56稅 它就不能拿來 加減乘除了 OK 所以 差別 主要在這裡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 OK 如果概念的話 那就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 再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的語法 所以好像 差一個字 真的就差蠻多的 自訂儲存格格式公式 或者公式 那我有把我的敘述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如果各位要參考的話 可以從雲端白板上面 有沒有 找到104在職訓練班的這個文件 打開之後裡面就會有我的 我剛剛的對話 我的對話我有分享 這個是我跟Challieb的對話 我也有把它分享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看也OK 因為我之前其實 直接下的語法就四格式化 他就懂了 但是今天好像 所以有的時候他會懂 有時候好像不太會 但是最重要的是越精確的語言 他越能夠理解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而且甚至底下他有說明 所以你要能夠知不知道 他有看懂 其實你可以從他回應給你的那個文字裡面 其實大概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懂了 OK 還有他得到的東西有沒有 這個稅特別注意 記得你要做按右鍵 除了這個格式 記得切到自訂 他可能是數值嘛 切到自訂 然後把這邊改成0 這邊加一個稅 所以以後你也可以自己用這一招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後如果 你假設這個欄位 是需要被拿來計算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用格式 就不能加一個稅 OK 試一下 再見囉 那麼